位在金瓜石的铜山里 每周三都会举行银法共餐 尤其都让长者吃免钱 让长者倍感窝心 里长陈岳生 希望金瓜石山区长者 都可以多走出家门 因此也有许多善心人士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让铜山里的共餐不断吹 也让社区间借由共餐 更具凝聚力 当初成立这个共餐室 希望就是老人家 不要一直待在家里面 然后能够出来 跟大家聊聊天 吃吃饭 因为现在我们山区的老人 平常的话儿女都不在家 然后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 或者说周遭的环境 有什么问题 也借着老人共餐这部分的话 能够请他们告诉我 有什么地方需要服务的 里长就说 当初成立共餐的目的 就是希望长者 不要都待在家里 有空就多出来走走 金瓜石地区 许多长者平时子女 几乎都不在家 也借由银法共餐 彼此可以相互关心 了解身心状况 适时的提供协助 铜山里银法共餐 都是让长者吃免钱 也感谢平时有许多 关心金瓜石长辈的人士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加上社区妈妈的用心料理 让共餐气氛都相当融洽 固定每个礼拜三 礼拜三的话 因为是考量到有时候 子女礼拜六礼拜天会回来 那老人家因为比较勤俭 可能有一些剩饭真材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 定在礼拜三 都是由我们里内的志工 就是来这边帮忙做的 家常妈妈的味道 志工有没有很味 志工都是这里的居民 共餐有开始我到现在 快两年了吧 有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这里吃 对啊 那个老人家 过来这里走走 出来运动运动吃个饭 连礼连礼不错 参加共餐的长者就说 铜山里共餐每次都相当的丰盛 也有家常的味道 因此开办以来每周都会报到 大家彼此见面吃饭 聊聊近况 彼此联络感情 促进生活乐趣 谢陈薇 瑞芳采访报道